香港豪门多 豪门媳妇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些豪门媳妇也各有各的特点 想进入豪门要么美貌动人 要么背景深厚 要么温柔贤惠 当然 有很多豪门媳妇是极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 但大都身上还是有各最明显的特征 一起来看看 温柔贤惠型的豪门贵妇首推刘鸾雄的太太甘比 甘比本人的经历非常励志 他原名陈凯韵 父母分手 家境困难 高中毕业后入行当了娱乐记者 虽然学历不高 但他聪明机灵 一入行就混得风生水起 很多经典的娱乐新闻都出自他手 比如郑一剑与梁永奇的新闻 超女友 林慧宜当时与男友分手的时候 一直低头哭泣 摄影记者拍不到他的脸 他到了现场摸索微距直接拉开车门 伸手拨开了他的头发 在场那么多报社电视台的记者 其中不乏大咖名人 但真正有胆量做这件事的 只有他一人 这样的事情不胜美举 但他最神奇的地方在于 他每次报完这些消息 明星不仅没有与他反目成仇 反而都与他成了好友 包括周星驰 钟楚红等人关系都与他极好 这不得不说是他的独到之处 凭着这份敏锐与勇敢 他在采访刘兰雄的时候 引起了刘兰雄的注意 而后 又在娱乐圈朋友的引荐下 进入了刘兰雄的公司 他凭着自己的机灵镜 很快从底层崛起 成了刘兰雄的私人助理 刘兰雄是超级富豪 女友团的名字可谓是天团 他无论是学历还是外貌 都无法与刘兰雄之前的女友相比 但刘兰雄却出人意料地 选择了他当女友 这其中 他的情商功不可没 他做事进退有度 在刘兰雄身边几十年 没有被挑出一点毛病 刘兰雄曾经给过他一张卡 他可以随意买东西 但这张卡用了十多年 刘兰雄看账单 竟然找不到一件不该买的东西 每件东西都是必需品 未有巨款 但生活却过得非常朴素 可见他的自制力有多强 他在刘兰雄身边 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不好的新闻 永远都是默默做着服务 更难得的是 刘兰雄的母亲也非常喜欢他 他对刘兰雄的母亲 甚至比刘兰雄服务的还周到 即使有保姆和保镖 他也会亲力亲卫地伺候老太太 老太太多次夸他 文静又细心 2016年 刘兰雄病重 他一不解代一职照顾 在他的照料下 刘兰雄的身体慢慢恢复 这一场疾病 也让刘兰雄彻底信任了他 病好后 他与他结婚 并将自己的大部分资产毫不犹豫地都化到了他名下 一月成女首富 刘兰雄也对外承认 他将会是他最后一个女人 有了钱的他一如既往的低调 他不知不觉变得漂亮 气质也优雅了起来 但他从来不炫富 不秀奢侈品 有的都是带着孩子做慈善 做手工 也为刘兰雄正的不少美誉 从小记者到豪门贵妇这条路 虽然有些难以置信 但他只用了十多年都完成了 他现在儿女双全 生活富足 还带着整个家族一起实现了阶层的跨越 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王父姓 太太要顺从老公 老公要尊重太太 王父姓的老公是李泽聚 也就是李嘉诚的大儿子 在门当户对的富豪太太中 王父姓是少有的温柔和贤惠 太太要顺从老公 就是他的夫妇和睦秘诀 王父姓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父亲经营家访生意 虽然不能与李嘉相比 但也是富豪之家 他与李泽聚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相识 李泽聚对他一见钟情 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之后 李嘉诚也对这个高学历家事清白的儿媳妇表示了满意 于是李泽聚在母亲去世满三周年之后 就赶紧把24岁的王父姓取了进门 两人结婚后 王父姓就放弃了工作 回归家庭 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 王父姓基本不参加富豪和阔泰的聚会 生活简朴 对家务也是亲力亲为 除了购物他几乎不出门 他低调谦和的个性深得李嘉上下的喜爱 为了给李嘉开支散业 王父姓马不停蹄地生了三个孩子 但都是女儿 对王父姓来说 有三个女儿其实也不错了 但为了满足家族的需求 他又接着生了第四个孩子 在生孩子之前 他还特地听从丈夫的话将名字改为王丽乔 改名之后 王丽乔果然生了儿子李长戏 这个孩子被遇为李嘉未来的接班人 一直被保护得很好 李泽聚和太太感情很好 很多事情 王父姓如果不愿意李泽聚也是不会勉强他的 但他从不做让丈夫为难的事 从嫁入豪门 到低调的做豪门太太 到无论如何也要给丈夫生一个儿子 王丽乔一直是把丈夫放在首位的 徐子齐 徐子齐外形亮丽 也很高调 看上去似乎与贤惠这个词没有关系 他本身家境不错 本人是名校硕士毕业 父母也有产业 但实际上 豪门媳妇里 要说贤惠 他是可以排在前几名的 徐子齐是豪门李兆基儿子李嘉诚的妻子 不完全统计 他的婚礼就花了七亿 婚后他住的豪宅价值也高达几十亿 在结婚几年后 李嘉又为他购买了另一幢豪宅 价值同样几十亿 至于其他的资产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数不胜数 嫁进豪门后 徐子齐对家庭可谓尽心尽力 他的公公李兆基对家族的开支散业极为重视 面对公公的催生 徐子齐全权接受 不仅表示自己很喜欢小朋友 更是表示要让大家满意 他在2007、2009、2011年 紧锣密鼓地生下了三个孩子 2015年又生了一个 八年时间生了四个 尤其是他是剖腹产生子的 前三个孩子的密度已经很大了 最后一个孩子也是与前一个 刚刚间隔了三年 就马上接着生了 这份对老人家的孝心和体谅实在难得 与其他豪门对公公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同 徐子齐不仅与丈夫关系一直很好 和公公也非常亲 角色加人型 HK曾选过两次四大角色 有两位豪门媳妇连续上榜 他们是朱玲玲与李嘉兴 虽然他们身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优点 但说起他们二人 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 朱玲玲1958年出生在缅甸 父亲是富豪 9岁移居香港 因为很有语言天分 没多久他就精通了英语 粤语 16岁 家人就将他送往国外名校留学 19岁回家时 正好赶上港界选举 他一举拔的头筹 这个身材和整体状态 其实很多年轻人也比不过 因为外形出色 他一当选就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这其中 霍振婷表现得最为真挚 当选港界之后 朱玲玲拍摄了他人生中唯一的一部电视 玛丽观七七 拍摄期间 霍振婷经常去探望 车接车送 戏拍完了 两人也熟悉了 成了恋人 相恋九个月后 两人结婚 这场婚礼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朱玲玲的婚纱是专门定制 从罗马空运回来的 霍家光是礼金就给了一千万 在1978年的香港 这样的婚礼堪称空前豪华 婚后 朱玲玲放弃了才起步的事业 成了霍振婷的闲内住 她生了三个长相清秀的儿子 朱玲玲的日子很闲 但她深信活泼 她曾想过付出 想过做生意 但都不了了之 2005年 她主动提出与霍振婷分手 朱玲玲与霍振婷分手后 再婚又嫁给了罗瑞康 罗瑞康也是HK10大豪门之一 据说她年轻时都对朱玲玲情有独钟 只是没能走到一起 最终 她在朱玲玲50岁的时候 迎娶了她 还将自己的所有资产与朱玲玲共享 不可谓不真心 朱玲玲大约也是少有的一婚 而婚嫁的都是百姨富豪的港姐 所以 她被称为最美港姐 也是有底气的 除了朱玲玲以外 李佳新是公认的大美女 李佳新已经52岁了 李佳新1970年出生 是1988年的港姐冠军 一出道 就被誉为美的石破天惊 进入娱乐圈之后 几乎没有跑过小龙套 但李佳新本人 对演戏的兴趣不太大 因此虽然有美貌 但并没有将精力放在表演上 因为容貌大气艳丽 她的名字与很多富豪连在一起过 早年的经历十分传奇 2006年 李佳新与许静亨恋情曝光 2008年结婚 许静亨是不折不扣的富三代 从其祖父起 就是豪门 家里的资产更是以百亿 千亿计算 光家族基金的数额就高达400多亿 011年 李佳新生下儿子许建彤 李佳新现在基本淡出娱乐圈了 除了偶尔拍拍策划 上上综艺之外 不太工作了 但即使如此 她在现在的豪门贵妇里 也称得上是颜值第一了 另外 名模西梦瑶实际上 也是不折不扣的美貌豪门媳妇 座位似大国模的西梦瑶 虽然五官并不一定是最完美的 但论气质和身材 在一众豪门媳妇里堪称一起绝成的存在 还有向左的妻子郭美女 也是不折不扣的美人 最近她老公被拍到在妇产医院 看来她也是二胎的好事将近 家族背景深厚 林田儿 她母亲是谢玲玲 父亲是林建月 家族资产超过百亿 林田儿的老公是何正德 何正德家虽然低调 但却是HK的顶级豪门 香港烟草公司跟星岛日报 都是何家的资产 拒不完全估算 2010年时 何家的资产就已经超过200亿了 虽然林田儿作为女儿 基本不能继承家业 但家族背景一就是她的亮点 林田儿没结婚之前是出名的爱玩 但婚后非常低调 相夫教子 基本淡出了公众视线 她还表示 越和老公相处就越喜欢 现在他们有一儿一女 生活非常幸福 李静怡 李静怡是李兆基的外孙女 李兆基就上面说过的 徐子齐的公公 因为观念传统 所以李兆基的财产只平均分配给了两个儿子 女儿无权继承 李静怡的妈妈就是李兆基的女儿 但同样的 即使无法继承大宗遗产 但外公的身份一就是她可以依账的 她嫁给了郭兆聪 郭兆聪的父亲是新宏基地产的创办人之一 还是横基集团的执行董事 这门婚事也是强强联手 邱永贤 邱永贤号称HK第一名媛 他们一家三姐妹号称永远的C位 即使李嘉欣 徐子齐这样的豪门阔泰也只能在他们边上 他们的爷爷是亚氏之父邱德根 但这只是他们家族一个唯不足道的投资 大名鼎鼎的远东银行 地盛集团都是他们家的产业 但同样也只是一部分 邱永贤深得爷爷的喜爱 自己名下的产业也多达几十亿 邱永贤家的是许钦池 许家虽然低调 但资产惊人 许钦池的父亲是许连杰 恒安集团的老板 恒安集团1985年创建 创建时的固定资产就多达六个亿 1998年 恒安上市 恒安集团目前价值四百多亿 但这只是其中卫生金产业的估值 其他的投资和产业并没有计算在其中 如果许家全部的资产加起来 总数应该超过千亿 而且主要产业每年的盈利增长都超过百分之十 2023年 许家对外的捐款就达到了二个亿 他们结婚时 几乎全港的名流都到场庆贺 就连一向很少出席这种活动的李泽凯也罕见的露面 可见邱家的声望有多高 嫁进许家后 邱永贤生了三个孩子 因为经济无忧 所以他对事业并没有太大的野心 日常生活就是休闲娱乐 偶尔会参与时尚方面的事情 因为经济发达 所以HK有很多老牌富豪 资产都是以百亿千亿来计算 所以 他们对自己家族的女性要求必然不会低 能进入这些豪门当媳妇的女性 个个都有过人之处 那么这些豪门贵妇 大家觉得哪位最高贵有气质呢?